第179集 在场的几位长老都面面相觑 今儿这是怎么了 着风什么时候这么吸引人了 极度鼎盛的兴风屡屡被人拒绝 前面的天才还情有可原 眼下一个资质让人皱眉的少年竟也如此 对他们来说实在是种打击 旁边那几名年轻的弟子 则紧乎抓狂 当年他们千辛万苦 经历种种考验 才在众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兴风弟子 想不到 今日不断有人无视兴风 这让他们颇不平静 天才也就罢了 居然连这样一个少年也如此 让他们清何以堪呢 姬子月眨了眨 会侠的大眼 你留在这里也好 此风才是他们两人的目标 唯有那种秘术才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最终 星风一行人欲红而去 消失不见 捉风冷清了下来 只剩下叶凡与李若鱼两人 夜幕降临 远处星光如水 洒落而下 前方的星风看起来非常缥缈 被无尽光辉笼罩 叶凡远眺 感觉有些惊讶 星风竟然勾动漫天星辰 无几星辉凝聚 那里朦胧一片 光辉如水 犹如仙境 李若鱼站在捉风之巅 那就是星风的传承 以漫天星河为原理 修炼到极致境界 甚至可以沟通星辰 让星辉入体 成就无上仙体 战力无双 我相信捉风不若鱼星风 会再度兴盛起来 叶凡确实对星辰的力量很感兴趣 但他更看重捉风的秘书 五百年前 捉风鲜雾弥漫 锐彩缭绕 穷楼玉宇坐落云端上 高手辈出 可谓是人节地灵 可惜呀 渐渐渐地没落了 到底怎样才能让传承重现 那天梯 叶凡怀疑那九阶天梯内 可能有秘书传承 李若鱼摇了摇头 整座主风才是经书 传承并不在九阶天梯中 唯有捉风大放异彩 光滑冲天 仙气缭绕 才意味着传承再现 难道非要如此吗 叶凡部怎么相信 万载以来 只出现过一次意外 一位前贤 曾经在传承未现时 得到了秘书的修炼方法 最终 成就堪比上古的大能 法力盖世 他是怎样得到的 叶凡的双眼 多时亮了起来 谁也不知 他临终前只说了十二个字 那十二个字啊 大乘若缺 大营若冲 大乔若捉 这一夜 叶凡盘坐在捉风之巅 强大的神石 自眉心间 那翁金色的小湖冲出 不断在山上探寻 可惜 他并没有感觉到 捉风有什么异常 若说整座主风 就是一部经书 这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觉得很玄乎 夜深人静后 前方那座星风更加璀璨了 漫天星辉洒落 洁白透亮 像是有瑞穴在纷飞 又像是白玉在沉降 让人感觉到一股庞大的星辰之力 夜凡倒吸冷气 这样的传承太神妙了 如此多的星辰之力凝聚在一起 光辉璀璨 长期滋涨肉身 肯定有着难以想象的妙处 这让他有些炎热 此种修行法门 有独到之处 怪不得 太玄门屹立万载不倒 一百零八座主风 实在非凡 夜凡抛开思绪 开始修炼道经 他无时无刻都在提升自己的修为 从来没有浪费过光阴 他的心渐渐的宁静了下来 道经是修炼伦海秘境的顶级心法 最起码在东荒五谷经可以超越 直至到了午夜 他才收工而起 一旦我的伦海秘境修炼完毕 就要着手准备道宫秘境的心法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去摇吃圣地 他怼虚空经 不抱任何指望 传说摇池圣地的古经 才是修行道宫秘境的最强心法 那是他最想得到的法门 夜凡心神宁静 进入梦乡 任月华洒落 他侧躺在青石上 被薄烟笼罩 看起来空灵而出尘 加入捉风有一个好处 此风唯一的门人李若鱼 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调查夜凡的过去 若是加入其他主风 恐怕身份来历将像透明的水一般 要被查个清清楚楚 第二日 夜凡开始在捉风上探索 满山转变 竟未发现一颗灵药 没有看到一株灵根 跟荒山野岭没有什么区别 扑冷冷的 几只不祥的乌鸦呱呱呱大叫 从一株枯死的老树上飞起 让这片寂静之地更显荒芜 他真的难以想象 这样的荒凉之地 会是太玄门的一座主风 代表了一种强大的传承 午时 他回到山顶 破败的殿雨 院中长满了半人高的薅草 一只野兔从中窜了出来 这让他感觉相当的无言 他捡起一块石头枝了出去 野兔应声而倒 火堆升起 不久后传出阵阵肉香 兔肉被烤得金黄油粮 油脂滴在火堆中 发出痴痴的声响 捉风 哭疼死树 老鸭欺居 骨弓殿雨 野兔窜走 真是的 叶凡自语 远处 破败的殿雨中 李若瑜老人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多关注 闭上双眸 如枯木一般寂静了下去 就在这时有人嘲讽道 108座主峰 代表了太玄门 108种强大的传承 主峰之巅 最为圣洁 乃是传承重地 如今却沉火燃起 俗肉飘臭 唯有捉风 独一份儿吧 一个身穿水蓝色衣衫 看起来有些傲气的青年 驾驭神红降落而下 头颅扬得很高 皱着眉头看向火堆 怎么 馋了 想吃 叶凡两字一顿 说得轻飘飘 面带鱷鱼之色 蓝衣青年没有想到 一个刚入门的弟子 居然敢这样顶撞他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大胆 主峰之爹 岂容你亵渎 可知罪否 我说你是谁啊 哪钻着来的 莫名其妙 叶凡漫不经心 没拿正眼看他 自顾烧烤兔肉 我说的话 你听不懂吗 蓝衣青年向前走来 站在近前俯视叶凡 主峰怎能生起反火 让俗肉飘臭 叶凡很随意 不断在火堆上 翻转兔肉 嘴巴不饶人 香喷喷的兔肉 如果是俗臭 你那一身细皮嫩肉 是什么 臭皮囊吗 蓝衣青年 原本不过是 随口讽刺一下 并没有其他想法 没有想到 叶凡毫不拒 他不断业余 当下火气汹涌 此乃仙门圣地 岂容你再次亵渎 这里一枚仙子二无神女 我亵渎什么了 叶凡带金黄的兔肉 从火堆上取下 撕下一只兔腿 开始享用不再理会他 你 胆大包天 在主峰上胡作非为 犹如太玄 最不可恕 蓝衣男子 阴沉似水 向前逼来就要动手 你少给我扣大帽子 什么胆大包天 优辱太玄 这哪跟哪啊 叶凡袭了他一眼 别在我面前耍师兄威风 我要将你拿下 送到天行崖 南衣兰子冷声说道 伸出一只手 就要向前抓来